一书说,人生短短数十载,最紧要的是满足自己,不要讨好他人。 生活中,太好相处的人,总是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言行。 可是委屈求全的隐忍,换不来别人的尊重,毫无原则的迁就,也换不来别人的真心。 而越是不好相处的人,往往越能够在红尘俗世中活得顺遂如意。 一,太照顾别人的感受,注定自己不好受。 电视剧《女性》里诗里有一句台词,总是照顾着他人的情绪,总是讨好着旁人的心意。 不知从何时起,自己生气,别人也不以为意,只当开玩笑而已。 这个世界上,越是言和他人,委屈自己的人,活得越累。 电视剧《我们无法成为野兽》中,心缘结衣饰演的深海精是一位优秀的助理。 但是他做的事,却远远不止助理的工作。 每天早上,深海精永远是第一个到公司的。 在领导和同事来之前,倒垃圾,冲咖啡,饮资料,准备会议。 他默默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 同事们在工作中遇到了问题,经常丢给他处理,他也不会拒绝。 有一次,同事上也负责一个提案,因为难度较大,一直做不好。 深海精便主动去帮忙,结果提案书的估价单出了问题。 当领导来质问时,上也找了借口提前回家,逃避了责任。 于是,深海精不得不背下了这口黑锅。 他说,一想到别人可能因为没有得到我的帮助而被责罚,我就会内疚,都怪我害了他们,于是就马不停蹄地干起活来。 生活中,这样的老好人并不少见。 他们善于察言观测,总是担心别人会不开心。 他们懂事善良,永远不会拒绝任何人的要求。 明明做了很多事情,可是付出和回报从来都不成正比。 纪线林曾说,能够60%为他人着想,40%为自己着想,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。 太过在乎别人的感受,自己注定不好受。 不可以讨好,不过分迁就,只有恰到好处的善良,才能不让自己受伤。 二,你的委屈求全,换不来将心比心。 夏目有人仗里有句话说,总是抱着心软的想法,伤害最后是会回到你身上来的。 委屈求全的人,换来的往往不是将心比心,而是索取无度。 有一个老婆婆,自家院前有一块土地,她种了很多英纪的蔬菜。 因为老婆婆平时一个人住,菜多了也吃不完,因此她经常采摘下来送给附近的邻居。 刚开始,邻居收到,菜都十分欣喜,想要买一些东西作为回礼。 但老婆婆都婉拒了,说大家都是左邻右舍,不用那么客气。 慢慢地,邻居们不再客气,有些邻居开始定期主动上门采摘。 老婆婆为了方便他们采摘,长期打开了自己的院门。 后来,老婆婆生病住院了一段时间。 回到家后,她发现菜园里的蔬菜已经寥寥无几,只剩杂草和荒土。 之后的几天,还是有邻居过来,想要继续采摘蔬菜。 看到菜园里的景象,对老婆婆说,你也不打理一下这菜地,都没什么菜可摘了。 回去后,邻居们还在背后议论道,老婆婆嫌我们经常去到那里摘菜, 为了不让我们再去,就故意荒废了这片菜地,真小气。 老婆婆听说后,倍感寒心。 她关掉了敞开已久的院门,只留下一小块土地,种菜给自己吃, 其他地方都种上了花。 古人云,恩怡自淡而农,先农后淡者人望其慧。 有时候,对一个人太好,反而成了关系恶化的催化剂。 你自以为的真诚,成了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。 给予太多,别人就会逐渐忘记你的恩惠,视之为理所当然。 有句话说得好,善良是一种美德,但委屈自己的善良,反而是自欺欺人。 为难自己的迁就,换不来将心必心,费尽心思地迎合,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 当你的善意没有了原则,别人的索要也就没有了底线。 对于那些将你的好意全盘接受,却从不回报的人,就别再继续付出了。 人生短短几十年,我们不必讨好所有人。 要知道,善良可贵,真心亦然。 将善意留给最值得的人,才能不浪费光阴,也不辜负自己。 三,劝你做个不好相处的人。 作家余华说,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,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。 话虽扎心,却不无道理。 网友小叔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。 小叔是一个职场老好人,刚进公司时,为了和大家搞好关系,他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。 有时是拿快递,有时是订外卖,有时是倒咖啡。 但是每次订外卖的时候,同事们只顾着告诉他自己要吃什么,事后却从来不给他钱。 小叔找他们要了几次,有的同事却说,不就十几块钱,同事一场,不用算这么清楚。 这样吧,下次我请你好了。 每每听到这样的话,小叔也不好再继续追问。 可是到了下一次,他们却还是装傻,不仅没有请他,也没有一点还钱的意思。 一天中午,同事们又开始在群里喊话,要小叔订外卖。 小叔决定不能再这样忍下去,他说道,好的,等一下我就帮大家订。 还有,之前帮大家买饭的金额铭戏我都发到群里了,一顿饭十几块钱是不多,可是谁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。 同事们听了,面面相觑,点开群里的图片一看,才知道,原来他们一共欠了他两千多块钱。 看着一目了然的数字,大家谁也不好再继续拖欠,纷纷将饭钱转给了小叔。 从那以后,办公室的氛围反而好了很多,再也没人趁机占便宜了。 古雨云,君子欲让,小人欲望。 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中,总有人喜欢看人行事,遇到处处忍让,欣然好说话的人,他们便得寸进尺。 当你对一个人太好,善良就成了伤害自己的工具。 面对不合理的请求,只有学会明确拒绝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,减少不必要的麻烦。 明确的拒绝不是冷漠,而是对别人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的体面。 成熟的人,懂得把自己放在首位。 什么忙可以帮,什么忙不该帮,什么请求可以爽快答应,什么请求必须果断拒绝, 他们有明晰的原则和标准,总能准确衡量与判断。 我们可以友善,但要记住,一定要学会做一个不好相处的人。 尊重自己的内心,不为别人的要求降低底线,不应成全他人为难自己,才能活得更加坦荡自在。 可可香奈尔曾说,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,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。 以前总以为讨好的他人,就会得到同样的重视与回馈。 现在才发现,我们最应该讨好和取悦的,只有自己。 余生与其迎合世俗,不如成全自己,为自己而活。 做一个不好相处的人,独处时平和自得,群处时坦然大方。 愿你不再束缚于别人的眼光,不再迷失于外界的认可, 活出独立清醒的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